漁船 開進八豆子漁港 趕緊卡位 因為颱風來勢洶洶 不只來避避風雨 船上滿載漁獲 趕緊卸下 都回來了嗎 對 為什麼 聽說今天很多 二三十艘 八豆子更多 七八十艘吧 為什麼 那邊港比較大船比較多 這下回來都是什麼東西比較多 透抽 是那麼靠近台灣的 因為雖然我們這邊 地方的風浪不大 但是外面的風浪是已經很大了 所以他們都為了安全期間一定都 牆台可能來襲 接下來幾天恐怕都不能出港 正面浴港有多騷魚船忙得卸貨 八豆子和正面浴港 從三四一日凌晨開始 超過百艘漁船紛紛進港避風 因為颱風的影響到我們台灣北部 所以有一些脫航 的漁船跟幫手航 所有漁船都回來 八豆子的漁船又回來 七八十艘 然後目前正面浴港回來二十幾艘 預計要休息幾天以後 才能出港服役 八豆子漁港附地大 可以停泊的船數空間大 不少外縣市集的漁船都進來 躲颱風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大家船頭陸是進來的 幾乎所有的船大概都進來 少許的船沒進來以外 現在每個人都要趕快 靠碼頭來卸魚 但是那個風流太大的話 船數就減少了 大家也急著趕快 颱風前把魚卸完 然後颱風後可以馬上出港去 補級完馬上出港去補魚 所以大家協調一下 能靠盡量安全範圍內 大家做好 但是況太大 你船數就減少了 這個颱風整個儀器都影響了 大概船幾乎都回來了 正兵也是滿檔 這邊也是滿檔 總共大概有100來艘的船 超過100多艘的船 大家都進港了 所以大家都在趕 安全第一 我們要把它處理好 因為北部八豆子漁港是最大的 所以很多外線級的船 也進八豆子漁港避風 因為他們礦位比較大一點 像他們卸完魚後 這樣卸完魚後 還是要移到內部去 比較安全一點 但是現在大家都急著卸魚 卸完魚要補級 等著出港 然後趕快把它調節好 位子把它調節好 讓他們趕快辦好 趕快卸完 趕快到裡面去避風 安全就是最重要的 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近期缺水的雨都出現了間歇性的雨 只希望颱風帶來豐沛的雨量 下在急水區 也幫忙基隆解解汗巷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